12.57万的起售价 吉利银河27现在卖的怎么样 该买什么配置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问你一下 目前银河27现在有什么中央应惠吗 现在的话有咱们1000元比2000的一个膨胀金 还有咱们7000元的脂肪补链 银河27现在哪款配置卖的最好了 现在的话是咱们24款的龙腾款的plus 还有龙腾款的卖的这两款 卖的相对来说很多 那买这款车它的用法效是什么 就是它的用品体是什么样的人在买这款车 一般的话买这个车的话 就像在北京的一个上班族 还有咱们就是有时候家庭用车 一家三口四口第一台车 基本上还是年轻人多一点 对年轻人比多一点 那目前这款车现在有限车吗 限车有真的 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 限车是比较充足了 来之前在网上先看一下 今天银河27它上个销量是4700多台 是整个银河加州中销量一的存在 那什么人会买这台车呢 它更多的是一些家庭用户 或者说是一些工薪的上班服之类的 因为这台车它是一个十万级的紧凑型SV 混动的它省油 然后许航长 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再来回顾这台银河27的外观 它整个前脸设计的非常简洁 分体式灯组 然后封闭式的一个前中网 配上银河的logo 很佛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审美 然后来到侧面先往下看 这台车车配的是一个固特翼的轮胎 然后20寸的一个大轮污 一个半封闭的风车造型 很好看了 它车身侧面整个设计的腰线 你跟腰线往后上扬 车身侧面非常简洁 那这台车它的尺度能给打进去的路上 相比比亚迪特的宋夫拉子来说 它除了长度以外 都要更大一些 来到车尾这里 一个往下溜背的一个尾窗 上面一个突出的小尾翼的设计 下面贯穿式的尾灯 这边电动尾浆 它也配了 那这个尾浆空间 对于家人来说 算是足够用 应该二十七内饰 乍一看 你会觉得它和博尔还是很相近 但唯独不同点 就是它这块重平 它是微微倾斜的 像架软这一侧 方便你架轴去操作 其次不同就是 它用方法怀挡 省去了重平这些空间 然后这里 一块无线的充电面板 它是一高配板 所以这边服驾 你还放进一块娱乐大屏 等到车的内饰用量 其实都是一些软包的材质 看着就给你那种好滑感了 那来到银河二十七后盘 183身高 前排手的正常驾驶位 那腿空间差不多这么多 头目这么多 它的后排的跟间的小地台 非常的低 所以后排多三个人也可以的 后排座椅材质是偏软的 它的承诺感是很软的 所以长时间程度 也不会觉得太累 而且它座椅长度也很长 看对大腿内侧程度也很好的 再看后排的配置 这里有两个充电口 一个Type-C的 一个USB的 然后这台高位板 它也配上了雁飞丽士的音响 最重要是 它这个随意灯 面板一直拉到后面 灌上了整个门板 这要是在夜晚 它视觉感直接拉满 目前24款的吉利银河L7 拥有五款配的 有长续航的 有短续航 如果你只是拿它来日常的通勤代物 或者家用的话 那买它的长续航的入门板 也都足够用 也就是它的普拉斯濃能板 这版本像一些基础的配置 它都有了 包括还有360度的全景影像 语音交互 前排的座位加热 包括还有主驾日外的一个通风按摩等等这些 所以如果你只需要一台 能跑长途的代步车的话 那就买它的长续航的入门板 也就是普拉斯濃能板 就够用了 而且这个配置也是目前卖的最好的